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好 大家早晨 Wo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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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早晨 A little bit more 好 大家早晨 Online的電影姐妹早晨 剛才Beraka問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她說 在這張聖經裡 她看見 其實神不是要住這個店 她不介意住的地方有多豪華 或者有多大、多小 她介意的是跟誰在一起 然後她就問 她說 人這麼不可愛 人這麼多軟弱 這麼多黑人爭的地方 為何神這麼喜歡跟人一起住 她說很難想得清 很難想得透 我覺得原因是甚麼 就是 因為Beraka還是單身 所以她還未明白這個道理 我幫幫她 其實她也可以很容易明白到 就是 其實Beraka有一個好朋友 Beraka的好朋友養了一隻小柴犬 我問一下Beraka 其實那隻柴犬 嚴格來說 也很討厭 對不對 她也很厲害 她又會咬主人的拖鞋 然後又經常去做些事 讓你提笑皆非 然後讓你吐血 你這麼疼她 這麼愛疼她 照顧她 但是她一出街 看見陌生人 就去舔那些陌生人 自己的主人就殺她 這樣 也挺討厭的 然後在家裡 又是 咬下的東西都咬 超級無敵破壞王 你想對她好一點 她又不領情 又咬爛了些東西 但是呢 你一見到她 你就覺得 實在太可愛了 實在沒有辦法抗拒她 為什麼會這樣 這個就是愛 這個就是愛 所以其實神為何會喜歡跟別人一起 不是因為我們可愛 其實我們很頑皮 其實我們真的頑皮 但沒有辦法 神在天上看到我們 就好像Beraka 看到他的朋友的小柴犬 他就覺得 你真的很可愛 這個愛就掩蓋了所有的東西 其實今天這張聖經說的 就是這一份的愛 所以我今天給這張的題目 就是無話可說的大衛 無話可說的神 這個是他們兩個之間的那個 甚至真的可以看的 這一張聖經 其實是他們的愛情故事 那我們來看看 分段就很簡單 1到17節是一段 就是這個大衛向神的愛 然後18節到後面 是另外一段 就是神對大衛的愛 原來這個愛是互動的 是有來有往的 但我們今天值得一看的一件事 就是以往的互動當中 都是神發動 神做主動的 對不對? 其實大衛什麼都沒有做過 神自己將他挑選 讓先知薩摩爾去高納他 是神主動的 但這張是反過來的 這一張的事情是由大衛來發動的 所以其實這個發動 也是因著大衛經歷了神的愛之後 對神的愛一個回應 但是當他一回應的時候 哇!神就再曬冷 你看不到 原來我們跟神的互動是這樣的 果然神先愛我們 因為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 但是呢 神真的很特別 你對神的愛 只要有斗鈴的回應的時候 神就真的曬冷 在天上傾盡一起 推在大衛的懷中 這就是神的屬性的特質 我們要這樣去認識神 那我們來看看 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為什麼會無話可說的大衛 無話可說的神 他們之間的互動是怎麼產生的呢 第一節開始說 王住在自己宮中 耶穫華使他安靜 不被四為的仇敵妖亂 哪時王對先知拿丹說 看啊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神的若果是反在萬子裡 拿丹對王說 你可以照著你的心意而行 要為耶穫華與你同在 這一日呢 其實不知道是一個什麼的日子 但是那個背景是什麼呢 就是 耶穫華使他安靜 這個他就是王 特別的是第一節 連大衛的名字都沒有提 不是說大衛王 而是王在自己的家中 住在自己的宮中 所以其實王和大衛已經分不開了 王就是大衛 大衛就是王 而在神的眼中 似乎這個大衛也是遍地之下唯一的王 其他的神都不看 也都看不上眼 只有大衛呢 神一看著他 這個就是王 一看著他 這個就是王 王住在自己的宮裡 但是神使他安靜 就是使他所統治的範圍 天下太平 不被四為的仇敵來擾亂 沒有人來擾亂他 那個的平安非常大 就是在他的國中 這個是以色列歷史上 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從來未試過的景象 從以色列人出埃及 進入加南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爭戰是不斷的 所以士師不斷的 起來又下去 起來又下去 這樣就反反覆覆地 跟跟踢踢 從來未試過四景這樣的太平 這個是一個以色列人從未見過的景象 所以王在自己的宮裡 看到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大衛心裡清清楚楚 這個是神的恩典 神從來 就是以色列的歷史當中 從來未試過這樣 他很深地去感覺到 神對他的愛 神給他的保護 特別就是大衛不是一般的尋常的人 他曾經經歷流亡的日子 就是周圍 家不成家 家無定所 甚至躲在阿杜蘭洞 就是這樣躲避的 所以對他來說 這一份的平安 這一份的安靜 那個感受是特別深的 那份的穩定 就是你漂流了大半世 然後突然之間 找到一個安居的地方 當你一結束的時候 你發覺 所有的東西都平平安安 不再震動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非常非常強的 真的好像回到一個避風港一樣 所以對大衛來說 他心裡對神的那份感恩 是厚度不得了 他知道這一切不是必然 這一切是因為神 四位保護他 因為神的看顧在他的身上 所以第二次他就說 那時就在這個時候 所有的東西都非常安穩 非常安靜 其實在大衛的最高峰的時候 這個也值得我們去思想 在我們的生命裡 我們很容易 在我們最穩妥的 最安舒的高峰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容易是忘記神 在我們患難的日子裡 顛沛流離的日子裡 我們很容易可以捉緊神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辦法 求救的時候 但是最開心的時候 最穩妥的時候 最安穩的時候 能夠想起神的有多少個呢 所以我才說 這張聖經 我叫他為 這個無話可說的大衛 其實也是前無古人的大衛 在他最穩妥 最安舒的日子裡 他竟然想起神 他竟然還記得神 所以這個也是神 在天上看到的時候 為何他心裡 這麼喜愛大衛的原因 因為從來沒有這樣 我記得我們插了一個小故事 我記得我認識了一些以色列的朋友 有一次我跟那個朋友吃飯 我跟他說 我不知道以色列人 你們吃飯的時候 借飯祈禱是怎樣的 不如這一頓由你借飯祈禱吧 就算我不會聽不要緊 你之後再翻譯給我聽 我想有那種感覺 就是希伯來人 用希伯來文借飯的感覺是怎樣的 然後他聽完之後 他突然面有難色 面有難色之後 他說 好 我心裡想 這麼奇怪 為什麼 因為我認識這個人 他很敬虔 他很愛主 他就說 好吧我們低頭 低頭 然後他就說 多謝 多謝 原來他借飯祈禱就是 謝謝 你明白我呆了嗎 沒有嗎 不是吧 平時他們的祈禱很長 他們的祈禱很長 為什麼這個 借飯是這樣的 然後我問他 沒有 然後他說沒有 沒有 然後他說 你們不會借飯祈禱嗎 他說 我們不會在飯前 我說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 因為我們都會感謝天父前 我們飲食 求主結證 一堆東西才開始 他說不是的 他說我們借飯 是吃完飯後的 他說 蛤 那待會你帶我們 吃完飯後 他說 你確定嗎 他就問我 你確定你要這樣 然後我就問他 究竟是什麼 因為這個文化差距太大 他說 我們的借飯 是吃完飯後 用一個小時的時間感恩 借飯的時候 比吃飯的時間 有時候更長 然後他就問他 他就說 他就問他 你知道嗎 吃完飯後感恩 是比吃飯前感恩 難過吃飯前感恩 他就問他 為什麼呢 他說 你吃飽了 你吃完飯後 吃飽了 談完即和別人 有一個很開心的時刻 子女趕著出去 想看電影 媽媽趕著想進廚房 洗碗 爸爸就想打開電視機 看電視 或者看新聞 各人就去滿足自己的需要 但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放下自己的需要 自己的滿足 先去滿足神 向神感恩 這個難度 不是比開飯前更大嗎 開飯前 飯未吃 就保持所有人 飯一天吃 我就明白 其實中國人就是 飽戀就是 什麼什麼 是不是 當你飽戀 當你所有的需要 被滿足之後 你可以保持全街 一小時感恩 這個就是愛主 我聽完之後很慚愧 我心想 怪不得神這麼愛 這些以色列人 他們想法出來的方式 跟我們完全是兩個層次 兩回事 現在就是這樣 戴衛在他的生命中的最高峰 四景平靜 各間安穩 他不再顛沛流離 住在香柏樹的皇宮 我們上一章也說過 以色列從來沒試過有人 進貢這些木材 名貴的建築材料 還派了這個工匠 來進貢 所以 大衛所住的這個宮殿 是從來沒試過的 即使是蘇羅在位的時候 都沒有這樣的國境 沒有這樣的氣勢 大衛真是衛極人神 真是天地之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竟然想起神 然後他就跟拿單先知 即是神的代言人 他就說 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神的藥櫃反而在萬子裡 即是說 我住在一個這麼漂亮的豪宅 前後花園泳池 甚麼都有 但我的神的藥櫃 他是在一個帳幕裡 這個帳幕再漂亮也好 他也不跟這個豪宅 他說 我是神的仆人 神的恩典在我身上 神甘愛我 神將最好的豪宅給我 但他自己竟然 你想想 如果你的父母 給你一個幾萬呎的豪宅 但自己住在木屋 你會不會有一天 你在這個豪宅走來走去的時候 你突然想 我住在這麼大這麼漂亮的屋 但我父母住在木屋裡 是不是太過分了 這個就是大衛當時的心情 但難得的就是 他住在這樣的地方的時候 他竟然想起神 所以連拿丹一聽 拿丹也不用求問 拿丹也不用閉上眼 他用自己最簡單的頭腦 甚至真的想也不用想 第一個條件反射 就是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 因為謠華與你同在 大衛一說出這個想法 其實大衛就是 我想為神建造一個和我所住的 同等級的殿宇 香柏木的殿宇 一個當時最豪華的建築物 給我的神來居住 讓祂和我一樣 都住在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這個說話一出的時候 拿丹也說 哇 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 很多無比 所以祂就說 王呀你照你的心意去 你這樣去表達對神的愛 我想不到神會拒絕的原因在哪裡 所以連拿丹也說 神不可能拒絕 這個想法是前無古人 自從神創造天地 與人同行 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現在 從來沒有一個人想起 要為神建一間屋 我們不要當它是電 從來沒有人想過 要為神建一間屋 從來沒有人想過 就是我怎樣 神就應該怎樣 所有人都是為自己 從來沒有一個人這樣去為神 所以當大衛說 我住在一個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也要為神建一間靚屋 你想想 如果這番說話 是你的子女告訴你 有一天你的子女成長了 他出人頭地了 如果他跟你說 爸爸 以後我住怎樣的地方 你就住怎樣的地方 我開什麼車 你就開什麼車 我要你的生活水準 跟我一模一樣 你心裏是否很安慰 你心裏是否覺得 哇 這個兒子真是怪 他真是很有心 所以當大衛提出這件事的時候 連喇丹也沒辦法去抗拒 喇丹也覺得 這件事何必須祈禱 何必須聽神說 何必須什麼 你去吧 你去吧 神一定很開心 所以喇丹就說了這番說話 但是 在喇丹這樣回應之後 第四節 精彩的來了 他說 當夜 也會話的話 臨到拿丹說 你去告訴我 僕人大衛說 也會話如此說 你豈可建造電雨給我居住呢 自從我領以色列人春奸及直到今天 我未曾住過電雨 尚在匯莫和帳莫中行走 凡我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 我何曾向以色列一個支派的事師 就是我吩咐 牧養我民以色列的樹 你們為何不給我建造 鄉帕木的殿雨呢 現在你要告訴我 那部人大衛說 萬鈞之而會話如此說 我從羊圈中將你召來 叫你不再跟從羊群 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 你無論往哪裏去 我常與你同在 剪除你一切的仇敵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我必為我民以色列選定一個地方 栽種他們 使他們住自己的地方 不再遷移 凶惡之子也不再將從前妖害他們 並不像我命 事師至你我民以色列的時侯一樣 我必使你安靜 不被一切仇敵擾亂 並且我搖滑應許你 必為你建立家室 你授數滿足 與你列祖同歲的時候 我必使你後裔接觸你的位 我也必堅定他的角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建宇 我必堅定他的角位 直到永遠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摘打他 用人的鞭摘罰他 但我的慈愛仍不離開他 將離開你前面所廢的掃罰一樣 你的家和你的角 必在我面前永遠堅立 你的角位也必堅定 直到永遠 那他就按者一切話 照者物事 告訴大衛 這個的想法一出來 一個前無古人從來沒有人想過 沒有人提議過的 一個對神的方案一提出 當晚 哇 神就已經馬上回應 因為這個喇丹 他沒有去 一聽完之後沒有去擒運神 所以喇丹 我想一入睡的時候 神已經急不及待 馬上就將一大堆的說話 下載給喇丹 亦都出乎喇丹的意料之外 我們看看神怎麼說 剛才我們一口氣讀完了 其實就是 神就跟喇丹說 你去告訴我的僕人大衛 他說 我是神 你怎麼可能為我做一個殿余 讓我居住呢 意思就是 神說 祂是創造天地的神 有哪一間的屋可以裝得下去呢 而且 神也從來沒試過 住在一個殿余裏面 這件事 去到一個地步 你今天讀這張聖經的時候 你也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連神自己也說 哇 你這個主意真的夠新奇 神說我自己也沒想過 跟著神所說的是 如果我真的要住一個殿余的話 其實我吩咐事思就可以了 前面有這麼多人與神同行 阿伯拉罕與神同行 詩詩被祂這樣興起的時候 即是遠的有阿伯拉罕 近的有詩詩 神說 我何曾有吩咐過一個詩詩 為我建造香柏木的殿余呢 神說 如果祂要的話 祂一定可以做得到 但連神自己也從來沒想過 神說 我從來在以色列人中間走來走去 都是住在會幕裏面 會幕是神發明的 是摩西按照天上的樣式來做的 神主會幕是神自己的設計 因為會幕有很多屬靈的意義 今天我們沒有時間 我們就不詳細說 但如果我們回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為何會幕要用海狗皮 要用不同的材料 一層一層去覆蓋 它有一個屬靈的意義在裡面 有些象徵耶穌的補血 有些象徵耶穌的謙卑的樣式 會幕最重要的一個核心元素 就是祂要住在以色列人當中 這就是一開始 布拉卡問過的問題 人不可愛 為何神這麼喜歡跟人在一起 其實真的 對神來說 住不住一個香薄木的殿宇 關係不重要 重要的是祂跟誰在一起 當時的以色列人 是一個遊牧的民族 周圍移動 所以神要在他們當中 跟他們一起移動 當時的以色列人是住帳幕 所以神也住在會幕裡面 神就住得很開心 因為跟祂最愛的人在一起 這個就是神 其實有時候我們都會這樣 其實我們吃些什麼 是否最重要呢 其實最重要的是 跟誰一起吃 是不是 跟好朋友一起吃 督串魚蛋都很開心 很滋味 跟你不熟的人 或者你心裡有些不滿的人 就算祂跟你去吃多好的酒樓 法國大餐也好 都背脊骨落 如果你跟仇人吃的話 更加食之無味 天下的美食放在你的面前 你都好像如同雀鳥一樣 好像吃蠟燭一樣 沒有感覺 但是跟你開心 跟你喜歡的人 跟你愛惜的人在一起的話 在街邊 封魚蛋也好 你都會滋味無窮 所以神也是一樣 神跟祂的百姓在一起的時候 祂就心滿意足 祂就很開心 這就是我們的神 所以神說 我從來沒有想過 要為自己建造一個電乳 而且創造天地的神 怎麼可能窩居在一間電乳裡 就算你的電乳再大 能夠大於這個宇宙嗎 神充滿萬有 其實我們怎麼起也好 神也是窩居 屈宙在裡面 所以神說 祂從來都沒有想過 要建造這個電乳 但是 但是 接著神說什麼 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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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神也知道大衛有一個心願 想跟祂見天的時候 神馬上就回想起 祂怎麼將大衛照出來 神對大衛的愛 所以 維持不住 水壩都要崩堤 所以神就說 我將祂在羊群裏照你出來 讓祂不再跟從羊群 並且 我立祂在大地之上 欣告你成為王 無論你去哪裡 我都跟你在一起 我剪除你一切的仇敵 使你的名得大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樣 我要這個世上 沒有人不認識你 我要所有人都知道 你的存在 你的名號 其實就是說 神很愛大衛 祂要不停地去提升大衛 提升大衛 恨不得大衛的名字 傳遍天下 其實意思就是 神恨不得 將自己的名字 和大衛的名字 綁在一起 我的名字有多大 你的名字有多大 我的疆界有多大 你的疆界有多大 我的平安有多 你的平安有多 這個就是 就是爸爸很想把所有 他最好的東西 都給了他兒子 總之 我的就是你的 我有什麼 你就有什麼 你有沒有發覺這個 這個東西很熟悉 這個感覺 其實大衛想為神見殿 同樣就是這個感覺 神啊 我想我有的東西 你也有 我有什麼 你有什麼 然後上帝在另外一邊 就說 就是大衛 大衛我很想 就是我有什麼 你有什麼 在這兩父子 你看這兩父子的心 是否完全通了 弟弟姐妹 我們跟神之間 是不是這樣 今天 神對我們 跟對大衛 一模一樣 神有什麼 都很想我們有 但是今天 為什麼我們 沒有得著呢 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好像 大衛這樣的心 是不是今天 我們有的東西 我們都想 神有呢 我們今天 對神的那份愛 有沒有大衛這一種 無話可說 以神為中心 特別是在他最風光 最飽足 最滿足 最太平的日子裡 他心中充滿神 我們又是不是這樣 還是我們 真的好像 我那個希伯萊的朋友 說的一樣 吃飽飯的時候 我們就雙腳跑得 比鹿還要快 去追趕自己 所喜愛的東西 在我們最高峰 最一無所決的日子裡 我們是以神為第一 還是我們追逐更多其他的東西 我們心裏面所想 所求 追逐我們的慾望 大衛就很不一樣 所以上帝就輕盡一切的東西 來講 他說 我立你為王 跟以前的士師都不一樣 士師掌權的日子裡 都飽受侵害仇敵擾亂 但是神說 我要使你安坐在你的王位之上 你的國必定堅定不動搖 並且神說 我要為你建立家室 你看不看見嗎 當大衛一心想為神見殿的時候 神就為他建立他的家室 原來見殿有一份這樣的恩膏 其實為何見殿會有這麼大的恩膏 在裡面 或者祝福在裡面 其實因為見殿的人 一定是心裏愛著 心裏有神 其實不在乎這個東西 在乎我們對神的一份愛 在乎我們對神是否有心 當我們對神能夠這樣有心的時候 哇 真是剛才布拉卡說得很對 我們給神一粒糖 神真是給我們一間廠 所以神就說 你有心為我建電 好 我就為你建立你的家室 不單是建立你的家室 他說你的壽碎滿足 即是你離世的日子 與你列祖同歲的時候 我要使你的後裔接觸你的王位 不單是你在世的日子 得向亨通 你的王位要傳給你的兒子 而且是世世代代代 我要永遠建立他的國 還有 接著很特別 第十三節 他說 他必為我的名建造殿羽 我必堅定他的國位 直到永遠 就是說 你打算為我建電 其實神的意思就是 第一,我不住這個聖殿 但是神又說 你的兒子會為我建電 那意思是怎樣呢? 你有沒有看到 神與他的互動很有趣? 神第一時間就告訴他 我不住電宇 我從來都沒有叫人幫我建電 我住習慣了帳幕 然後就跟大衛說 你的兒子會接觸你作王 然後他會為我建電 那意思是說 神其實領受了大衛這份情 電宇不是神的首選 但是因為大衛對神的愛 神就跟他說 好吧,那我就住進去 你明白嗎? 這個本來不是神的第一選 但是神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竟然 他就說 好吧,我住 但是不是你為我建 是你的兒子為我建 將來他會為我建電 然後我就會住進去 在電裏與以色列人同住同在 這個就是神 神是那個無限有情的神 當然這個也告訴我們 建電是一件大事 到最後真的要大衛跟他的兒子 所羅門 兩代合作 電宇才能見得成 所以神看見大衛對他的愛的時候 神就說 你的兒子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如果他犯罪 我用人的仗擲打他 用鞭擲罰他 但是我的慈愛 刑不離開他 神答應大衛就是 我對你以後的子子孫孫 我的愛永遠不離不棄 而且永遠來建立他 他做錯事 我會教訓他 但是我不會離棄他 哇,這個承諾多麼大 等於神跟他說 以後我當你的兒子是我的兒子 我幫你照顧 你的子孫世世代代 而且我要建立他 直到永遠 這個就是神的愛 當我們這樣去對神的時候 神用永恆來去匯報我們 其實我們擺上的紙是丁 但是神 他談到的更多在我們裡面 我們看看大衛怎麼反應 最後一段 十八節 於是大衛王進去 坐在耶穫華面前說 主耶穫華 我是誰 我的家算什麼 你竟使我到這地步呢 主耶穫華 這在你眼中還看為小 又應許你僕人的家置於久遠 主耶穫華 這喜是人常遇的事嗎 主耶穫華 我還有何言可以對你說呢 因為你知道你的僕人 你行者大事 使僕人知道是因你所應許的話 也是照你的心意 主耶穫華 你本為大 照我們耳中所聽見 沒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再無神 世上何聞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 你從埃及救贖他們作自己的子民 又在你贖出來的民詞面前 行大而可惟的事 驅逐列邦人和他們的神 顯出你的大名 你的神兼立你的民以色列 作你的子民直到永遠 你耶穫華也作了他們的神 大衛聽到那單這一番的話 他就進去 去到神的面前 坐在神的面前 然後你發現這一段說話 講得最多就是 主耶穫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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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停地出現 主耶穫華 他心裡真的知道 神是他的主 神是那位愛他 看顧他的神 所以除了這樣之外 他其實是說 這一段的說話 其實是一個 speechless 的感恩 神對他的恩典 對他的愛 去到一個地步 大衛無話可說 他不知道用什麼言語可以表達 他已經感動到不得了 他已經覺得 我是誰 神竟然你愛我到一個這樣的地步 他說 你將我的國家穩固 在你的眼中只是小事 你還要應許這個永遠在我的家裡 你怎麼可能 神你怎麼可能用這個永恆 來報答這麼短暫的人生的人 這麼卑微 這麼微小的人 但是神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說 你真的除了你之外 再沒有其他的神 也都是因為這樣的緣故 其實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經歷神的這份救贖 在天下之間 有哪一個民族 曾經被神這樣大大的拯救 帶出去 去埃及過紅海 進入這個今日的豐富的景點裡 所以經歷這種救贖的人 已經是天下無雙 主要但是在這個天下無雙之上 你還要將我再提在這個 你的子民之上 作他們的王 說這一份的恩典 我用什麼來報答呢 但是原來這個都只是小事 神更加將永恆承諾 在這個大衛的手上 所以大衛這個感恩 是直接去到一個地步 言語沒有辦法可以表達 25節 而我說 神啊 你所應許僕人和僕人家的話 求你堅定 直到永遠 照你所說的而行 願人永遠尊你的名為大說 萬君之耶和 是至你以色列的神 這樣你僕人大衛的家 必在你面前堅立 萬君之耶和 他說 以色列的神啊 因你啟示你的僕人說 我必為你建立家室 所以僕人大衛大膽向你如此祈禱 他說 神啊 是因為你的說話 你的應許 所以我大膽地去討告 大膽地去討告 求什麼呢 求你真的按照你的應許 建立我的家 直到永遠 而他也宣告一件事 他說 大衛家 大衛的子子孫孫 你要知道 願人永遠尊神的名為大 我的子子孫孫 大衛家 要讓人知道 是萬君的耶和華 至你以色列 是萬君的耶和華 是以色列的神 如果我們所有的子子孫孫 都能夠這樣的時候 這個國衛必定可以到永遠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什麼呢 他一方面向神感恩 另一方面向神祈禱 另一方面宣告 他的子子孫孫 都要在這個謙卑裡面 他們要永遠知道 大衛不是以色列的王 神才是 大衛不是以色列家的主 神才是 他看到一個熟靈的法則 就是如果他的子子孫孫 都能夠持守這個漢劍 在這個謙卑裡面跟從神 讓世人都體見 即是他們成為一個證據 讓世人體見耶和華的名何其的大 他們成為一個這樣的見證 充滿生命的見證的時候 這個王朝這個國衛 就能夠到永遠 這就是大衛那個體見 所以他這樣來呼求 這樣來宣告 這樣來討告 28節 主耶和華為有你是神 你的話是真實的 你也應許將這福氣賜給伯仁 現在求你賜福於你伯仁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主耶和華為有你是神 你的話是真實的 你也應許將這福氣賜給伯仁的家 現在求你賜福於你伯仁的家 可以永存在你面前 一切的話語成就 但是大衛也深信 神的話語是真實的 是這個真實就是Amen 神的話是Amen的 必定成就 只是人怎樣去回應 人怎樣去跟從 人是不是謙卑地走上 這個才是那個關鍵 所以我們能夠謙卑 我們能夠愛主 我們能夠這樣跟神互動 神在天上必然大大的歡喜 願我們在我們安舒的日子 願我們在我們人生高峰的日子裡 不單止不忘記神 更加起來愛神、服侍神 這樣我們的天父的心必得滿足 Amen We have such a wonderful God who wants to have relationship and draw close to us and He wants us to stay humble so we can actually see who He really is Let's praise Him Let's give Him glory 聖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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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剑聖剑 圣洁 耶稣 祢保坐在这里 阿雷 耶稣 祢保坐在这里 君王坐在这里 我们忽然沉寂 拥戴祢为王 荣耀都归于你 君王坐在这里 祂能尊先坚定 阿三那归于祢 祂到圣主耶稣 愿多感动 来告去你的命 愿多感动 来呼唤你的命 愿多感动 来成为你是主 只要那日 我献在你的命 愿多感动 来告去你的命 愿多感动 来呼唤你的命 愿多感动 来成为你是主 愿多感动 来告去你的命 圣洁 耶稣 祢保坐在这里 圣洁 耶稣 祢保坐在这里 祢荣耀在这里 今走在这里 我们混全地 拥戴祢为王 荣耀就归于祢 今往走在这里 但能尊敬真地 和善那归宜 至高神主耶稣 感到感到 来感激你的命 感到感到 来呼喊你的命 感到感到 来承认你是主 至高那日 我天在你的命 今往走在这里 我们混全地 拥戴祢为王 荣耀都归于你 今往走在这里 但能尊敬真地 和善那归于你 至高神主耶稣 我们爱你 我们爱你 和善那归于你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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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走江湖归后安静 未来江湖平安安稳 我等候你如影展示相当 在港湖深地我可慕你 在港业无人之处我请求你 得走江湖归后安静 未来江湖平安安稳 我等候你如影展示相当 就在你里面 无头自知葡萄树 可是今想念 这第一面 住在你里面 我等候你如影展示相当 你如影展示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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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候你如影展示相当 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 无头自知与葡萄树 静静相当 住在你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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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生命或许全也 用不及 好吗 现在我们每人都去开口 去感谢我们这位神 在你里面 在他里面 他是活水 刚才诗哥所说 他更加在经文的里面 我们看到 他是真正能够赐我们平安的神 是一切祝福的源头 我们去开口 去感谢我们的神 去清重他 去赞美他 去高举他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是 你是我们的源头 你是我们一切的盼望 主是一切的应许是从你而来 一切的祝福是从你而来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高举你 主你是唯一的真神 主我们多谢你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到大卫 过去在一轮的 无论是被扫罗追杀 在一个内战里面 都是非常艰辛的 但是今天 当他在宫中的时候 他可以得到神所赐给他的安静 不让四围的仇敌妖乱 真的可以安舒略 完全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 大卫同样想起神 他想和神去分享他所有的 他自己住在香柏木的宫里面 去想起神的约柜 还在万子里面 他要为神去建造殿余 今天我们呢 尤其是一直以来很大的震动 无论是过去的社运 疫情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工作 我们都很担心的 我们可能那段时间 都很想去求神 但是现在 已经好像相对地 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我们的心 是否还是和神可以紧紧在一起呢 我们依然可以有很多的感恩在当中呢 还是都觉得鬆了 settle down 我们就顾着我们很多的自己的 agenda呢 好吗 今天呢 都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重新呢 更多的 在我们相对地安稳的当中 我们知道呢 世界各地很多的疫情 相对地呢 香港这段时间呢 是安稳的时候 我们呢 是否可以 仍然 好像我们之前觉得很紧张一样 去呢 亲近神 去 跟神呢 有个这么好的关系呢 可能当我们 找工啊 找房啊 那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哎呀 一定要祈祷啊 那样 要很 靠近神 很想有啟示啊 那今天呢 当我们settle down的时候呢 求着呢 你帮助我们 我看一首诗歌 我们呢 用这首诗歌呢 去进入 今天呢 这个的感恩的里面 我们去思想 神呢 是一位 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但是在当中呢 去捐图你 捐图我 捐图呢 我们在不同 时候 不同的需要 甚至乎呢 在我们 求学的时候 我们出来做事的时候 到我们今天 成家立室 很多的 过程里面呢 很多的状况 但是神一一都 眷顾我们 通过一切所有 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转我们来思想你的恩情 抱着我的感受 你手哭成天上云彩 打造了韩国度 但这首手却感情为我 忍受着固定 像枯头 你共一身盘挽 你神界光 尘远你 但你却一再是恩典 一再是怜悯 给我机会 回转向你 你的爱 让我们思想你的爱 照顾我心所想 这样大有能力的群 请换我在手掌心上 你的爱如此深切 我知我无意报答 但愿倒空我的生命 学习你前辈的样式 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如果画面配合不到的时候 让我们都可以 闭上眼睛 我们去思想这个歌词 你闯到宇宙万年 同样你所所有 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 要借我的感受 你守护成天上云彩 打造永恒过渡 但只双手却感心为我 你创造我们 救赎我们 你共一身盘挽 你神界光照全定 但你却一再是恩典 一再是怜悯 给我机会回转向你 你的爱如此温柔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所想 照顾我心所想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所想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所想 你的爱如此温柔 我只不遗憾 但愿倒空我的生命 照顾我心所想 你的爱如此温柔 照顾我心所想 争战 出入战场的大胃 今天神让他在自己的宫里面 不被四为仇敌的妖乱 他得以安静 他去思想自己的环境 同时间他顾念到 那我的神呢 他所有的东西 他觉得神都应该要有 圣灵我们今天来到你跟前 祝你来帮助我们 祝我们过去 无论经历社运 经济的动荡 疫情来到那些恐惧荒乱 祝我们经历了 今天 我们将你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的什么位置呢 当我们过去 要找工作 找住所 甚至过去找伴侣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会捉住你 捉紧你 我们有很多的患难 很多恐惧的时候 我们紧紧地来捉住你 但是今天 当我们相对地 得以缓和 得以轻散的时候 祝求你来帮助我们 祝求你来帮助我们 想念你 祝给我们的心想念你 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呢 当大卫能够生活安稳的时候 他想起神 你要有圣殿 他自己安居落业的时候 大卫能够 大卫想起神的居所 我 祝你来帮助我们的心想 祝你来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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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 摆上什么呢 圣灵你来带领我们 你来帮助我们 不是一个doing 不是为见谍而敬 主你给我们 有这个心智 是一个出于对神的 爱的心智 是带位去思想神 去感谢神 去爱神的一个回应的行动 圣灵你来带领我们每一个 不是见谍而不是一个doing 是和你的关系 是当我们看到你将我们一切 我们有说的没有说的 你都让我们得到settle 你都在当中密密的来帮助我们 我们和我们家人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关系 经历的反转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经济 是你的保守 祝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健康 你一直以来 如何去托着我们 祝我们今天 能够settle down 我们如何去 可以更深的 来到你跟前 去思想你的爱 也都用爱去作出这个回应 当大卫要为神 希望为神健殿的时候 神你和大卫说 我必使你安静 不被一切受敌扰乱 并且我耶和华 应许你 必为你建立家室 是一代一代 是一代一代 神你的祝福 要一代一代 神你的应许 是一代一代 祝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圣灵我们来到你的跟前 祝我们再次将自己 我们的心思意念交托给你 祝你帮助我们 祝在这个爱的关系里面 祝在爱的关系里面 我们可以为你摆上 让生于这个建殿 祝我们是有份的 顶着我们去开口 为自己去祷告 我们跟神的关系去祷告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 在建殿里面 我们有份 这个有份不是doing 是从心里面 一个对神一个心 我们每个人都为自己去祷告 祝我们多谢你 我们赞美你 祝多谢你这样养殖着 下第七章 来带领你自己的教会 我们真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真知道 祝这一切都是从爱的关系出发 主愿这个殿 能够荣耀你的名 让这个殿去见证 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 愿新瑞要见的殿 让人见到 你是治理新瑞的神 治理香港的神 祝我们仰望你 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十母义记下第七章 第八节 万君之犹豪华如此说 我从羊圈中将你召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 立你作我闻以色列的君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尝与你同在 剪除你的一切受敌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象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当大卫要为神见殿的时候 神就将这个应许赏词给大卫 第一姐妹让我们一切 回想在我们的人生里面 今天 万君之犹豪华如此说 我从孤单中将你召出来 我从卑微中将你召出来 我从羊圈中将你召出来 我从世界的奴役当中将你召出来 我将你从人制关系破裂的边缘中召出来 我从四分五裂的关系当中将你召出来 叫你不再跟从这些一切 拿你作我闻以色列的君 神今天也许赏 神今天也都跟你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尝与你同在 剪除你一切的敌人 我必使你得大名 好象世上大大有名的人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将这番说话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让我们每一个人看见 神如何将我们在以往我们一切的患难不堪低位里面 召出来 使我们不再跟随这个世界 神他将我们立在万民之上 成为君尊的祭司 将一切的美福平安赏赐给我们 今天我们要起来回应这位的神 为神建典 成为神的见证 好好的爱主 好好的拜相 愿天地人间所有的人都体见 以和话的大名配得一切的尊崇 让我们的生命配得个神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对神的爱和回应 配得个神给我们的大爱 愿这一份的爱 愿这一份的感恩 愿这一份的体见 充满在我们的心里面 使我们上上的纪念神 时刻的与神同行 圣灵求你这样来帮助我们 也都奉耶稣的名宣告 今天这一番的圣经里面的说话 必要大大的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我们今天神徒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 感谢主我们今天神徒就到这里